歡迎收看全民瘋車霸 大家好 我是怡塵 今天要試駕的車款 其實是Mazda的CX-9 當然不是今天這台車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由我的同事簽車到了定點 我再過去跟他們會合 但是我想說 抓緊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 畢竟現在天色暗得非常的快 那Mazda CX-9這台車推出之後 尤其是它的售價一共有多 讓大家非常的開心 而且它大改款的身分 我相信也讓大家非常的期待 但我想 除了這一台CX-9之外 今天這一則影片 其實還有更多更多 讓大家值得去期待 去等待的東西 那我們先跟他們會合再說 今天天氣也不錯 拍起來我相信一定是很漂亮 對吧 哇 顏色還滿鮮豔的喔 其實我覺得 我很少跟大家分享 我們試駕的山路 像現在冬天的話 景色都還滿滿有那種瀟澀感的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那今天我們在五指山 平常是在矽平公路 我覺得這兩條在不同的季節 都會有不同的景色 也很適合騎著單車 或者你開著車去兜風 在假日的時候 去拍拍照 泡泡茶 走一走 都很合適啊 真的是推薦給大家 那這邊拍照 也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那在這邊也跟各位預告一下 這影片的最後 我會跟各位分享一個小秘密 包含這一則影片 我也會抽出一個大獎給各位 那要怎麼參加呢 其實很簡單 有兩個必要的條件 你一定要先達成 第一個就是你一定要參加 全民風車霸的YouTube訂閱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趕快按下去 很簡單喔 第二件事情 搜尋廖宜成FB粉絲團 就是我本人 找到這一則 Mazda CX-9的這個試駕 裡面有一些詳細的 抽獎的規則 只要你完成了大獎 可能就是屬於你 那如果你性質比較急的話 你想要趕快知道怎麼抽獎 包含這一則的祕密是什麼的話 歡迎你直接拉到影片的最後面 可以先看解答 再拉回來看這台車的試駕 現在網路世代 真的是很方便 那話不多說 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今天的Mazda CX-9 首先呢 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Mazda全新推出的CX-9 在台灣它的售價以及編程 目前呢有五個款式 那售價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這個表格 那老實說 在它正式發表它的售價之後 我相信會嚇到很多人 包含我也是 因為它的整個的集聚 還有它的配備來說的話 這樣的售價 我覺得是非常具有進行 真理的 至於為什麼後面的時候 一一拆解再講解給大家 那至於它的編程 它的車型啊 還有它的售價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故事囉 原本Mazda只推出了三個車型 一個就是入門的二輪驅動 再來就是旗艦的二輪驅動 以及旗艦的四輪驅動 那不用說嘛 二輪驅動跟四輪驅動 最大的差別在於它的驅動方式 那旗艦款式跟入門款式的話 它的差別最主要就是旗艦款式 它提供了更多的安全的輔助配備 那但是呢 在12月初的時候 CX-9放到展間去 給大家看啊 給大家試駕啊 試乘 那這個時候呢 一百台的配額 馬上就銷售一空了 所以現在呢 已經沒有這個一百台的配額 這一百台的配額 它的交車時間是在2017年的3月 那如果你現在也想要購買旗艦款式的話 很抱歉啊 因為它的產能不足 所以它的交車時間呢 壓到了2017年的第三季 也就是差不多9月的時候 所以這個中間有很長的空窗期 所以原廠呢 緊急地加開了兩個車型 就是二輪驅動 以及四輪驅動的風格旗艦型 那跟一般的旗艦型 只有一個地方有差別 那少了兩個配備 第一個就是MRCC 雷達的主動式跟車系統 另外一個就是 智慧型的煞車輔助系統 就差了這兩個 但是這個風格旗艦型 如果你現在下訂的話 一樣可以在2017年3月 就交車交到你的手上 好 那目前這麼多的車型 我們今天試駕的是 二輪驅動的旗艦型 那在這邊也跟各位建議一下 如果你要買的話 應該怎麼挑 我會建議你可以買到 二輪驅動的旗艦型 當然前提是在你不那麼趕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沒有迫切的需要用車 二輪的旗艦型 明年九月交車 當然如果你很趕的話 我會建議你風格的旗艦型至少 因為它的配備呢 跟入門真的是划算太多 也豐富太多了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它整個的車頭造型設計 這樣的車頭我相信各位 並不會太過陌生 因為包含他們自己家族的 像Mazda 2 Mazda 3 或者是Mazda 6 甚至Wagon CX-5等等 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車頭造型設計 5.4的頓型的水箱護罩 用了很粗的這個鍍鉻釋條 來做一個裝點 那比較特別的是旗艦款式 它在寶桿的下緣 它也用了很長一條的 這種鍍鉻釋條把它包圍起來 的確看起來也比入門車款 它的質感還要來得更好 燈具的部分 前後燈具不管哪一個款式 用上的幾乎全部都是LED的燈具 只有在入門款式 它少了LED的日行燈 其他都是LED的 包含它這個頭燈 也是用上全LED的智慧型頭燈 包含了它有防眩的功能 例如你看遠燈 對向來車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切換光源 或者是遠光燈模式 它可以拉長 拉得更長它的距離 這些都是很實用的配備 那其他像是這個霧燈 在這邊很小 因為都全LED化了 所以霧燈做得很小很小 在保險桿的左右兩側 這個小小的就是霧燈 那這個部分呢 是全車系的標準配備 車側的部分喔 CX-9呢 它的車長已經突破了5米 所以讓它的車格 內部的車格 可以達到5加2的七人座 我對它的內部的座椅的配置 我也是滿好奇的 等一下我們再帶著大家 一起去試座看看 那麼我想外觀有幾個重點喔 第一個 一樣它導入了 就是混動的造型設計 不過老實說 以CX-9它的線條喔 我覺得並不會比像是 Mazda 3啊 Mazda 6啊 甚至CX-5還要來得好看 它顯得就比較平鋪直樹一點 包含它的肌肉的隆起 也都沒有來得那麼的明顯啊 但是看起來呢 我覺得它的協調感是有 但是肌肉感稍嫌少了一點點 但有幾個重點是網友常常會問到的喔 第一個 有些人看到選配表 有一個叫車頂飾條 這到底是什麼喔 有些人會覺得它是車頂行李架 但是其實不是 車頂飾條呢 如果你有選配的話 它會在車頂這邊水切的部分 換成那種服貼式的金屬飾條 在有一些奧迪的車款 比較高階豪華的車款上面 你其實可以看到這樣的飾條 它是一個裝飾品 所以各位不要誤會了 這只是一個純粹裝飾的東西 它並沒有任何實質的作用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把它選起來 第二件事情 很多人在反應呢 我買到CX-9 然後呢花了一百多萬 卻沒有電動收折的功能喔 我了解大家的痛苦 因為在台灣非常的擁擠 有時候過一些小巷子 就必須要電動收折 大家的駕駛技術都是非常厲害 那這樣的功能呢 在台灣也非常需要 但是CX-9其實它是for北美的市場 包含它在像美國 或者是澳洲這些地區上市 其實它都是沒有電動收折的功能 畢竟人家是地大物博 地廣人稀 所以這個功能 這樣的功能 對他們來講是比較不需要的 但是呢 我也有幫各位反映給Mazda的總公司 他們也向日本匯報這件事情 台灣的確是很需要的 那我們就靜待佳音看看之後 有沒有可能在改款之後 甚至是提供一些選配的套件 再把它補回去 目前的確是沒有的 輪圈的部分 只有在入門的款式搭的是18吋 其他統一就是20吋 非常好看的造型 這樣的大小真的也很過癮 但是相對的 你在換輪胎的時候 荷包可能會小小的失血一下 它的輪胎尺寸是255 50 R20 車尾的部分 因為CX-9它非常的大台 所以整體來說車格放大了 所以車尾看起來也會比較厚實一點 但是它車尾看上去 並不會覺得笨重 因為設計師巧妙地用了一些 督鉻飾條 以及後車尾等的一些交錯的造型 這邊有一點3D立體的感覺 所以讓它看起來是比較有層次的 包含下面 在旗艦款式的話 它保險桿這邊還多了 鍍鉻飾條 所以整體來說看起來 元素上面是很豐富的 那整個尾燈組全車系標配 都是LED的 那整個尾門開啟的方式 這邊有一個電磁法的按鈕 又或者是 你可以跟我一樣用這個 用鑰匙做開啟 長按就可以開啟 記得人要遠離一點 那有因為感應鑰匙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使用很方便的 Keyless 像駕駛座的門 副駕駛座的門 都可以很方便的 一鍵就可以鎖 一鍵就可以進去 包含後面的電動尾門 也可以做操控 但是電動尾門的功能 跟Keyless 都只有在旗艦款式才有 如果你購買的是入門的 就沒有了 所以我為什麼推薦各位 旗艦款式 很多配備是很方便的 打開之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行李箱空間 我想這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它的開口高度非常的高 它的高度幾乎快要到我的臀部 我最近有試駕到一些車款 它的後尾箱開起來最低的 目前遇到最低的 差不多快到膝蓋這邊 但是它是快到臀部 所以第一個 你在放東西的時候 勢必會比較吃力一點 那再來它的後車廂 因為七人座的關係 所以只有230公升 這邊帳板可以打開 裡面提供的是備胎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真的是浪費不少的空間 所以你會發現它並沒有深度的表現 它完全都是平整的 兩邊這邊也可以打開 提供的是收納空間 那另外一邊呢 甚至還有工具組 那因為後面第三排有座椅 所以有時候你當然想要放一些行李 你要傾倒的話很方便 你看這邊的拉把 稍微用力的拉一下 一推你就可以把它傾倒 第三排傾倒之後就有810公升 那當然第二排座椅 它也提供了64分底椅背傾倒 但是因為它的車廠畢竟比較長 後座是沒有辦法做操作的 你就必須走到後座來把它傾倒 但是使用上都還挺方便的 傾倒之後原廠目前是沒有提供公升數據的 但是肯定是突破了1000公升以上 我目測大概是有1300多左右 在使用起來是挺方便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我說過的 這邊的設計太厚了 所以你看整個行李箱底板跟車頂的距離 其實是浪費了不少空間 我覺得這個部分都是Mazda 在空間規劃上面比較可惜的地方 CX-9的內裝 基本上它的鋪陳 你也會覺得還滿眼熟的 但是也是隨著CX-9 它的車格比較大 所以很多東西它的比例都被放大 但是很多我想都是大家的老朋友 例如MZD、COMBINET 整個操作的介面 包含方向盤的造型等等 你都會覺得 其實駕駛起來還滿熟悉的 那整個內裝的鋪陳上面 軟質的塑膠 一些皮革 或者拉法斯紋的類金屬飾板 鍍鉻飾條 黑色的鋼琴烤漆飾板等等 整個高級的感受它是有營造出來的 而且我覺得它整個組裝的質感 還不錯 這些都是我覺得它很迷人的地方 那整個在配備整體來說 不管你買的是入門的 甚至是旗艦的 我覺得它在配備上面 尤其是內裝 並不會差的特別的多 那整個座椅 我覺得這張座椅它其實還挺大張的 它是比較強調舒適性的 但是同時呢 你可以感受到它很好的支撐感 不管是在大腿 甚至我最喜歡的是它的腰部 它在腰部的支撐表現 尤其是你長途駕駛的時候 這個腰部的支撐 就會顯得相差非常的多 這個座椅還滿好做的 前方三幅式的方向盤 造型也是很熟悉的 左手邊右手邊都提供了 很多的快捷鍵 甚至用了一些鍍鉻飾條 來做一點裝點 右手邊就是MRCC 就是旗艦款式它才會有的 如果你買的是入門款式的話 就是普通的電速系統 只要是電速這個功能 全車系都有 MRCC的話 只有在旗艦款式上看得到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一下 左手邊操控多媒體的選擇 音量的大小 上一手 下一手 電話的接聽等等 甚至可以操控前方的電腦 方盤後方 並沒有換腦撥片 非常的可惜 前方三環式的儀表板 最右手邊在旗艦款式 它就是一個彩色的 而且多功能的旅程電腦 很多的資訊 都可以從這邊來做閱讀 例如油表 里程數 溫度 Trip A Trip B 指南針 或者是MRCC的操控等等 都會在這邊 前方還有一個很好用的 它是投影式的 彩色抬頭顯示器 在這個部分 坐在我這個位置 它才看得到 非常方便 當你在開車的時候 它是全彩的顯示 尤其如果你有選配導航的話 它會跟著聯動 把所有的資訊 一併在你的前方 全部顯示出來 這個對你提升 整個行車的駕駛的安全 我覺得是很實用的配備 這個部分一樣 是旗艦款式 它才是標準配備 中文台上方8吋的MVD Connect 那它的音源包含了FM AM 藍芽 USB 這些 基本的它通通都是有支援的 比較特別的需要注意的就是導航 它一樣列為全車系的選配 你一定要選配才有 那全部都是繁體中文的彩色的 而且也支援了觸控 所以在使用上面 算是功能很豐富 而且很方便 然後設定呢 可以設定這整個螢幕 或者是一些安全的配備 音效的設定 尤其在旗艦款式 它還標配了BOSS的音響 在門邊都可以看到有沒有 BOSS的LOGO 整個高級的感受 這邊也有 這種感覺就很棒了 這邊是有電熱座椅 還有雙區的恆溫空調 下方提供了置物空間 其實還蠻深的喔 我們後方這邊呢 置杯架 CX-9它的車寬比較寬喔 所以它中央扶手呢 其實也是比較寬的 你的手肘放在這邊 蠻舒服的 那如果你真的要置物的話 打開來它提供了一個 蠻方正的置物空間 也還有SD卡 這個是放地圖圖資的 還有USB兩個 還有AUX IN 上方還配了一個天窗 CX-9的後門喔 基本上呢 一樣用上軟質塑膠 而且一樣用上了 黑色跟咖啡色 來做一個配對喔 所以在整個質感上面 以及活潑的程度上面 也都會比較豐富 還有類金屬飾板喔 甚至後面也可以看得到 BOSS的音響 整個感受上面還不錯喔 那後面還有很實用的 遮陽臉 太陽太大就可以遮起來 我覺得這都是 很便利性的配備 那整個在乘坐上的舒適性 我覺得他們的座椅啊 一向我都還滿喜歡的 尤其是他的座椅 你會發現喔 他故意把座墊拉得很長 而且有一點上揚 這個就是要撐住你的大腿 所以在整個乘坐的 支撐性上面表現 非常的好 發泡米也很豐滿 那整個座姿來說的話 現在我是調整到一般啦 那一般的話 前座 以我180公分的身高 我已經調整成標準座姿 目前呢 膝部空間大概是 一個拳頭加一個指頭左右 頭部空間也大概是 一個拳頭加一個指頭左右 但是它的座椅呢 它支援了前後的滑椅 你也可以坐著前面一點 或者是後面一點 這樣你就可以有 更寬廣的膝部空間 甚至呢 你的整個椅背 也可以再往後傾倒 像我現在就坐得 非常非常的舒服 這個角度我很喜歡 我覺得最可惜的 就是它的天窗 是維持傳統的天窗小小的 如果它是可以 大面接玻璃車頂 或大面接天窗的話 我覺得坐在後面 勢必是更享受的一件事情 好 先把它弄起來 那麼後面呢 我覺得還有一些 很實用的配備啦 例如說後面也有 單區的恆溫空調 所以加起來這台車 它標配全車系 就是三區恆溫空調 然後後面還提供了 中央扶手兩個置背架 這邊還有置物空間 而且我覺得最貼心的是 它後面還提供了 兩個USB的充電孔 這個對現代人來說的話 真的很重要 而且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上面還寫著 2.1安培 就是快充 有一些車的USB 是0.5安培而已 充得很慢 這個後面是充很快的 這個很實用 那如果你坐在中間的話 因為它有四輪驅動的款式嘛 所以中間的隆起稍微高了一點 所以勢必會影響到 你一些的腳步空間 那整個坐在中間的感受上面 因為它的坐墊也沒有那麼長了 各位可以看到 我的大腿幾乎都浮空了 而且呢 我也被墊得比較高了 頭部空間剩下四個指頭 所以坐在中間呢 我覺得 不要是長途旅行的話 我覺得都還算可以接受啦 那後面呢還提供了兩組的ISO-FIX 那接下來 我們一樣要去體驗第三排 那去第三排之前喔 因為畢竟我的身高比較高嘛 所以我還是來調整一下 調整到我可以接受的空間 好 西部的話 我留三個指頭 然後椅背的話 好 這樣 走 第三排 好 現在我來做看看第三排 我這個感覺跟前面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 我很滿意它的第三排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想有幾個原因 第一點 它第三排的發泡米 用得非常的柔軟 所以你一坐上去的感覺 就好像坐在家裡的沙發 呈現下去的那種感覺 它是柔軟 是舒適的 再來 我最滿意的就是它的空間表現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設定 駕駛座以我180公分的身高 去調整成一個標準坐姿 第二排也是 西部空間留了三個指頭 現在我也是在第三排的這個空間 西部呢 一樣有三個指頭 我碰不到前面的座椅 那旁邊呢 有一些置杯架 頭部空間 大概兩個指頭 都在非常可以接受的範圍 如果路途長一點的話 我覺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唯獨一點就是它的坐姿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看 我的西部比較上揚 中間是完全沒有支撐的 所以長途的話 你反而不是受到空間的壓迫 反而是因為你的腿部沒有支撐 所以感到疲累 我想這個部分 是它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是以第三排來講的話 我真的很滿意耶 對這樣的車型 對第三排來說 都非常舒適了 不錯 那我們去開開看它是什麼感覺 今天試駕的車款是Mazda的CX-9 那它搭載的是 一具2.5CN6四缸的汽油渦輪增在一起 最大馬力是230匹 最大扭力是42.8公斤米 搭配的變速箱是6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那麼以上是這台車的規格 那我想這個部分 就有很多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地方 例如這一具引擎非常的特別 它是第一具Sky Active汽油引擎 搭載了渦輪增壓 以往我們看到的汽油引擎 都是自然進氣的 但是首次CX-9亮相了 渦輪增壓引擎 2.5升的 當然在這一具引擎上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 類似的引擎科技 例如它的排氣管頭段 就從原本的四合一 變成四合三合一 跟自然進氣是完全不一樣的 從這個地方也可以見到 Mazda其實對於整個引擎的調校上面 會因材施教 並不會同一套的辦法 套用在自然進氣引擎 或者是渦輪增壓引擎上面 基本上它是完全重新設計的 但也因為用了這個四合三合一的頭段 讓整個排氣 廢氣 重新排列之後 整個輸出可以更順暢 而且整個渦輪的控制 也可以更準確 最主要可以讓它的渦輪增壓 提早開啟 當然它還有用上另外一些科技 來改善這些問題 因為我相信以往只要講到 渦輪增壓車 很多人會想到的是 渦輪遲滯 很多以前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現代的車都慢慢的解決 其實就是用上很多的科技 包含接下來我要跟各位講的 就是渦輪廢氣的流量控制法 這個東西就是當你在低轉速的時候 因為你的廢氣的排量比較少 所以要推動渦輪 基本上是很困難的 這個時候呢 這個法體就會把它關起來 讓整個通道變得比較小一點 當通道變小的時候 氣體依舊還是要通過 只能快速的通過 而且能量會集中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很輕鬆的 吹動渦輪的葉片 但是當你今天大腳油門 轉速開始拉高的時候 這個法體會把通道打開 讓整個廢氣通過的時候 阻力降低 而且整個效率可以更好 它可以持續穩定的 提供一定的壓力 以及能量給渦輪 讓它運作起來是非常的順暢 而且呢 讓整個渦輪遲滯的現象可以降低 最重要的是讓整個扭力的風值 可以提前 整個渦輪的開啟 整個都往前提了 我想這對這台車來講 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科技 好 簡單講起來 這個渦輪廢氣法就是這樣 如果你再聽不懂的話 我再舉個例給你聽喔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現在右手拿著一個風車 你會怎麼吹它 你要怎麼吹動它 你一定是嘟起嘴巴 吹它嘛 沒有人會想要吹風車的時候這樣 為什麼 很簡單 當你嘟起嘴巴的時候 把你的空氣的通道縮到最小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最少的排氣量 用最少的氣體去吹動這個風車 就像這個廢氣流量法一樣 把法體關起來 通道縮減 簡單來說呢 你的嘴巴就像這個廢氣的法體一樣 開跟關 就像你嘴巴嘟起來跟張開一樣 讓你更輕易的可以控制這個渦輪 讓它的能量可以提早 而且不至於會有遲滯的現象 所以今天整個在踩踏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的動力幾乎是隨傳隨到 那麼以上是它用上的科技 那話說回來 如果講到它數據面的東西 我相信很多人會注意到 欸 這台車明明2.5 Turbo 但是它的最大馬力卻只有230匹 我知道很多人就會想到 現在很多車2.0 Turbo 但是它的最大的馬力呢 可以做到300匹以上 怎麼會CX-9只有230匹 對 也沒有錯 如果以2.0T的標準來講的話 它的馬力並不是特別的著重 但是各位呢 也不要忽視了這樣的車型 其實它最重要的 是它的扭力的表現 各位想想看 這一台車 如果以二輪驅動的款式來說的話 1900公斤左右 四輪驅動的款式 兩噸左右 更不要說如果今天當你車上 七人都滿載的話 你會需要多大的動力表現 那這台車呢 其實它在北美啊 在澳洲銷售 其實很多人會開著這台車 去從事一些戶外的活動 後面呢 可能會有一些拖曳車啊 拖著什麼 船啊 或者是沙灘車 更不用說整台車 也有可能同時是滿載的 所以對扭力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嚴苛的 所以各位不要忽視的 就是它的扭力表現 42.8公斤米 非常豐沛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後面的轉速 只要2000轉的時候 就會有最大扭力的爆發 所以當你今天 輕踩油門的時候 幾乎可以獲取 它百分之八九十的動力 這是一件非常過癮的事情 而且整個在開起來的感受上面 會讓你覺得很輕鬆喔 不會讓你覺得 你好像在開一台兩噸重的車 車長超過五米的這種聯想 是完全不會的喔 那這種駕馭感覺 我覺得很妙喔 很像在開柴油車款 你油門踩一點點 但是它的扭力就會湧現 貼背感就會湧現 但是同時呢 你可以享受到汽油引擎 比較精細的運轉 比較安靜的運轉 這個是跟柴油車最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開起來 真的還滿像柴油車的喔 這也是讓你開起來 為什麼會覺得很輕鬆的運動 那以它的扭力峰值表現的話 大概可以跟以前的大排氣量 V6的3.5 甚至V8的4.0來做相比 但是呢 同時你現在可以用比較低的排量 比較優惠的碎金 比較好的油耗 來享受到差不多的扭力輸出表現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 它要用這樣的科技 來把它的扭力峰值 一直在往前 一直往前 其實就是要跟大排氣量來做相比 同時也可以顧及它的油耗 油耗表現1公升 可以來到11 能源效率等級是1級 這些都是它非常厲害的地方 那整體來說 整個方向盤的調教非常的輕盈 所以當你在過彎的時候 配上它的扭力 配上它的轉速的聲音 其實都很低 很安靜的 所以開起來都非常的輕鬆 也很適合台灣的市區 台灣很多巷弄 當你要轉彎的時候 你並不會覺得沉重 雖然車體是大的 但是整個心情上面 駕駛的過程當中是輕鬆的 然後呢 多踩一點油門就出去了 那在比較刁鑽的彎道上面呢 整體的底盤 有沒有 非常的紮實 那在過彎的時候 然後這一類的車型 側傾一定會出現 你看 側傾一定會出現 但是有沒有 撐住了 它給予你的支撐力道非常的足夠 尤其這個車非常的重 所以你依舊可以享受到 Mazda一直在強調的操控 即使在這樣的七人座上面 一樣有它的操控性在 這也是為什麼 我很欣賞Mazda這個車場的原因 操控是絕不妥協 主備道安全配備 CX-9也是非常的豐富 我想把它介紹完的話 篇幅應該也是非常的長 但是我想這個是 重點中的重點 六氣囊全車系是標準配備 其他像是ABS 煞車力道分配系統 煞車力道輔助系統 或者是循跡放下系統 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甚至還有都會型的 智慧輔助煞車系統 這些全車系 不管你買哪一個車型 通通都是標準配備 真的非常棒 尤其是這個都會型的 智慧輔助煞車系統 當你跟前車沒有保持距離的時候 它有偵測到 它就會預先做一個煞車的加壓 如果你真的還是忽略了 它就會自動幫你煞車 避免你撞上 或者是撞上去之後的傷害 都可以降低 那這個功能的同樣 你在倒車的時候 低速倒車的時候 它同樣會做啟動 一樣偵測到 你沒有注意的話 預先加壓 真的再沒有 煞車完全避免掉 往前或往後的碰撞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很好用的盲點偵測系統 這個部分針對左右邊兩邊 當你在行駛的時候 盲點它會做一個亮燈 當你如果真的還是沒有注意到 要切換過去的話 它會警示你 叫你注意 或者是你在倒車的時候 當你倒車左右邊兩邊 都被車輛擋住了 有死角 它會用雷達幫你偵測 如果後方有來車的話 它一樣會做嗶 嗶 嗶 警示你 可以避免掉碰撞的可能 這個很好的功能 同樣也是全車系的標準配備 那其他的像是駕駛人的 注意力輔助系統 或者是車道偏移的警示系統 甚至你在偏移車道的時候 不僅給你警示 它還會有一個回饋的力道 那警示的話 你可以選擇是方向盤震動 嗶 嗶 嗶 聲 還是龍 龍 龍 龍的聲音 這些你都可以做選擇 那這些功能呢 你只要看到車型裡面有旗艦兩個字的話 它就會被列為是標準配備 這個部分我覺得也是很好用 很棒的事情 那還有很棒的 就是一開始我提到的 就是旗艦的部分 它還多了MRCC 就是用雷達的主動式的跟車系統 它會跟前車主動的跟車 加油門 煞車都會由它來做操控 在長途駕駛之下呢 你的疲勞可以降低 這個功能也是非常實用 那另外呢 就是一個高速的 智慧型預防碰撞的輔助系統 一樣 它會預先加壓 當你沒有注意的時候 預先加壓 如果你真的沒有要煞車 它就會幫你煞車 只是它是高速版的 那這兩個功能呢 主動式的跟車系統 以及高速的這種 智慧型輔助煞車系統 都只有在旗艦款式 也就是現在已經要排到 2017年9月的旗艦款式 它上面才會是標準配備 不過我想以Mazda的這個標準來說的話 我覺得越來越像VOVO 就是越來越多的主被動的安全配備 以及輔助安全配備 這些呢 其實對消費者都是非常非常棒的資訊 更重要的是你這些錢 如果要買到同樣的配備 以七人座豪華休旅來說的話 一百多萬啊 我看你是很難買到 所以我才會說這個價錢很殺 而且很超級 它的CV值是很高很高的 最後我們來比較一下 CX-9它的同級的類似的競品 為什麼要說類似呢 基本上我覺得它在台灣 幾乎可以說是 完全沒有同級的競品可言 以它類似的價格來說的話 Centafel 但是它是國產的 在配備上面呢 我覺得差異也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比較的話 豪華進口的休旅七人座 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奧迪的Q7 或者是Volvo的XC90 但是不好意思 它的售價都300多萬了 好 我們再往下降一點 Infinity的QX60 它的售價也快要300萬 而且它是自然進氣3.5升的 光碎金想到你可能就頭痛 那我們再比比其他 價位比較接近的 像是一些MVP 像是Odyssey啊 或者是Toyota的Preview啊 它的價格就非常的相近 而且它們是大三排 但是相較之下 整個引擎 扭力 馬力的輸出 甚至一些安全配備的話 其實CX-9是相對更豐富的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說 我覺得它的售價 以及它的配備車格 讓它整體來說 非常的具有競爭力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最後我給它的結論就是 CX-9它這一台車啊 其實它左打豪華進口休語車 又打MVP 這是它厲害的地方 當然說到它缺點的話 就是很可惜的 2.5升的排量 在台灣穗金 真的是占不到什麼平衡 不然真的是 我覺得是挺不錯的一台車 那最後答應給各位的 就是小秘密的部分 那我要揭曉答案喔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猜對喔 噔噔 那就是今天 你只要看到我拿手機 沒有拿手機的時候 是沒有拿手機的時候 所有的畫面 都是用這一台Sony Xperia Xe 拍的整支的試駕 包含我在車內試駕的時候 也是用它拍攝而成的 我覺得讓我很訝異喔 現在科技這麼進步喔 用一台手機就可以拍試駕 那我想它有幾個特點 我今天也稍微體驗了一下 因為它有獨特的晶片喔 所以它處理起來 它的相片看起來 就好像你在現場看到的一樣 如零現場 而且它的色澤呢 是讓你覺得很舒服的 那在低光源的時候 我們剛剛也做了一輪的比拼喔 其實它拍起來最漂亮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照片 非常的亮 而且它在低光源的時候 是採用雷射對焦 讓你不濕焦 那稍微暗一點 它也可以成像 這一點是讓我滿驚訝的 而且這一台手機 它還會算命 它有一個預測追蹤對焦功能 它可以預測下一秒 動態的物體會往哪裡走 例如你回去拍一些小狗啊 小孩都很方便 你看我們今天拍車的時候 其實它都沒有殘影 非常的棒 而且它同時還搭載了 五軸的防手震 所以今天我在試駕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環境是很 很艱苦的你知道 因為一直晃動 但是它就靠著這個五軸防手震 基本上拍起來是很穩定的 這是我最滿意的地方啦 那跟各位息息相關的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它還防水 就是說你今天用一用 不小心掉進浴缸裡面 還是掉進馬桶裡面 拿起來還是可以繼續用 好不好 真的非常棒的體驗 那這麼棒的手機呢 今天在這邊要送給各位 那參加的辦法呢 很簡單 第一個 一定訂閱全面風車吧的YouTube 這是一定要做的 再來呢搜尋我的粉絲團 廖宜辰 找到Mazda CX-9 這一則試駕的分享 裡面會有抽獎的辦法 只要你全部都完成了 你就有機會得到 這麼棒的手機 要送給你好不好 那今天的試駕呢 還有手機 希望都可以給各位一些 不一樣的想法 我是宜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要來抽獎喔 你先來抽獻 它先來抽獎 截也類似不一樣 我先來抽獎 你先來抽獎